与同时美国正在群体提升 如果这样的话是属实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令人可悲的 美国作为最强大的国家 它还剩下什么 它想给世界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我们希望美国不要再做这种 有违不尊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也无助于维护它自身 大国形象 信誉和地位的事情 美国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人权侵犯者 美国关于中国的人权问题的指控 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 美方的有关官员应该为他们感到羞耻 我觉得美国的媒体和美国的人民 也应该为他们拥有这样的官员 满口的谎言 感到 感到难过 我们签署的协议我们就会履行 但同时我们必须要看到 美国国内现在有 不断有人在放出各种风 而且对中国进行无端的尽私疯狂的打压 围追堵截 对中国实施霸凌 霸权 我想美国这个所作所为 是不利于中美之间的互信与合作的 那么中国作为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 我们也必须要对美方对我们的霸凌和不公 坚决地说 不 也会采取坚决的行动来维护我们的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 有报道说台湾方面似乎要有意借军演向大陆亮剑 那如果竟有这样的想法的话 也未免太不自量力